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哎呀 斯文被淘汰了 留下了两个没有独立经济能力的男人啊 而且我觉得现在观众都很调皮 大家很调皮啊 喜欢开演员的玩笑 前段时间有个观众发微博 at 我说 震惊原来贾号是79年的 看完笑嘛 我就转发了 我说 我也才知道我是79年的 我蛮以为所有的评论都会是 哎呀 怎么可能 没有 所有的评论都是 哇 完全看不出来 完全看不出来 还有人给我发私信套进户的时候 啊 浩哥 好巧啊 你是79年的吗 我爸爸直比你大四岁 你爸直比你大四岁 我就赶紧回答 那这样算的话 我爸直比我大九岁 他都听不出来 你在怼他 他就回我 啊 叔叔要你要的好早啊 不是79的 不是79的啊 88年的啊 也不小了 也不小了 对吧 我觉得巴黎会在某一个瞬间 发现自己衰老了 我第一次发现自己衰老是前段时间 和一个97年的朋友吃饭 他在点菜的时候问了我一句 浩哥 排骨咬得动吗 后来就没有点啊 因为真的咬不动啊 但是最让你心酸的不是你自己老了 而是你喜欢的偶像也老了 我最喜欢的一个男团组合叫Wist Life 其实男孩儿 有人听过吗 我这么多中老年朋友们 看着你年轻啊 对吧 他们去年 诶 科普一下 年龄真的不小了啊 平均年龄40岁以上了 去年来北京开演唱会了 我还去看了 门口几个倒票的大哥 一看就没有做功课 单纯被男孩儿两个字迷惑了 就拿着票在那儿喊 西子男孩儿 西子男孩儿 青春活泼 欧洲Tiff Boys 哎呀 我心想大哥 你这个样子票卖不出去的 好吧 真的进场以后 粉丝的年龄也不小了 我左边那个大哥 把钥匙别在了皮带上面 我觉得我不想看演唱会 我想去街道开会的 对吧 连我的偶像也造不动了 你们看过演唱会就知道 演唱会多燥啊 但是西城台还是演唱会 一片祥和 他们在舞台上最大的舞蹈动作就是 干啥呀 成功破浪嘛 也破不了啊 对吧 我当时想 这是啥情况啊 对吧 但是最让我心痛的是 我的偶像已经造不动了 他们唱了一个小时 就全场灭灯 就走掉了 我当时想 一个小时就结束了吗 我朋友很神秘地告诉我 如果我们一起喊Uncle 他们就会回来的 我现在讲Uncle Uncle是个啥 是个周语吗 能把他们喊回来吗 我还换位思考了一下 如果我下班了 我领导喊Uncle 我不会回头的啊 你看Uncle我也不回头啊 但是真的 全场一万多个观众就开始喊Uncle 有人喊Weest Life 有人喊 She's not her! She's not her! 一样大哥 你笑没白出去吧 对吧 但是我无比羡慕 因为他们又回来了 又唱了两首歌 我很难想象 以后你们花钱来看我们的演出 我上台讲段子 讲一半 我就 拜拜 所有观众 退票 跳不对 跳不对 诶 罗老师别这样 罗老师别这样 哎呀 我告诉你们 现在讲脱口秀真的太难了 我得Q一下评委呀 真的 我奉劝三位以后不要有什么过激举动啊 就真的太难了 演出会结束以后我心里空空的啊 我走出场地 我本来来追忆我的青春 但我的青春已经不在了 皮带上多了一串钥匙 我还在那一脸不舍得像个傻子一样 青春 安寇 你回来 可能青春就回头对我一笑 排骨咬得动吗 谢谢大家 我贾浩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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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贾浩啊 我去年已经过来参加了一期节目了 但是表现很不好 然后第一期就被淘汰了啊 真的很难受 关键去年我和北京 就周期末我俩一起过来参加比赛了 我俩关系还不错 然后期末呢 你们也知道 在我上场之前非要去证明一下忽兰是不是男人 也被淘汰了啊 中场休息的时候我去报了报期末 我说 期末你别怕 You jump I jump 我是 jump了 周期末后来复活了两次啊 哎呦 那种感觉就相当于 你看你兄弟从飞机上失足掉下去了 你也陪他跳下去 说我陪你 结果他说 我有降落伞 两套 当面一套 背后还有一套 这个太狠了 真的很难受 你们知道这个比赛多残酷吗 就是被淘汰了 你要马上离场 然后送你回酒店 我不怕大家笑话 我上了车我就开始哭 因为真的很难受嘛 男生哭和女生哭还不太一样 我一哭就是 司机还问我 小伙子什么事情这么好笑 后来他应该意识到我在哭了 因为车里响起了 男人哭吧哭吧 不是罪的歌声啊 听了两句 我说 哥你要不还是别唱了啊 你没有一句在吊上的 跑掉跑得太跑掉了 司机果然不唱了 试图安慰我 说 小伙子怎么了 你是和女朋友吵架了吗 我才想起来 我还是个单身 我哭得更厉害了 司机就更猛了 哎呦 我也不知道你为啥哭 哭你开心点嘛 你看看拖我秀大会什么的 哎呦 顶着哭肿的眼睛回到北京啊 然后在路边等车的时候 我还遇到了我一个前任 就是一个人在最落魄的时候 最怕遇到自己的前任 我脑子里还在回想着司机大哥那句 男人哭吧不是罪 就我这么懵的啊 我不想遇到我前任啊 更何况他还晚了一个人 他妈 这是我最怕遇到的一对女子组合 另一对是颜仪和颜月啊 有点内部 感觉小慧要赢了 我不想遇到他们 为啥不想 因为当初啊 第一次去他家的时候 被阿姨几句话扎过心 第一次去他家吃饭啊 阿姨就问我说 小伙子啊 你讲脱秀一个月挣多少钱啊 哎呦 那个时候 我刚刚开始讲脱秀 我就沉默了 因为我不能很自豪地说 三千多 这样显得你不仅收入很少 脑子还不太好啊 然后前任就很好啊 帮我打圆场 说假号一个月挣二十万 阿姨说啊 我说啊 你就会发现汉语的博大精深 对吧 一个字的四个声调 就代表着我跟阿姨的一场 尔虞我诈 阿姨说啊 我说啊 她说啊 我说啊 然后阿姨说了一句话 我记得现在 她说假号这个样子 看起来都不像一个月挣超过一万的 挺扎心的对吧 一个月不超过一万 三年了 三年了 我一直挺努力的 我就希望自己再有勇气 去面对她妈 对她说阿姨你会酸命 所以这一次来参加脱学大会 第四季之前 我还专门联系了一下阿姨 阿姨您能不能帮我算一算 我这季脱学大会能走多远 阿姨说 你给我有多远走多远 谢谢大家 我是蒙恩 我是今晚的最后一个选手 你们知道我从后台 一直走到这儿的时候 一直想了一件事 你们知道我在想什么吗 我在想此时此刻 如果张柏阳真的退赛就太好了 真的 我真的觉得她的离开 对我们俩都是一种解脱 她是不是真想退 我不知道 但我是真想进的 我为什么要讲脱口秀呢 就是因为我之前的工作实在太压抑了 我是伺候甲方的 你们都听到一个词叫甲方爸爸对吧 我其实一直不理解 为什么对待甲方像对待爸爸一样呢 我觉得你们应该跟我都一样 就是你对你爸不会那么好的 如果真按照我对我爸的方式 我跟甲方沟通 我是这样跟她打电话的 喂 行行 我知道 行行 我都知道了 我知道了 你又不懂 没事挂了 你把钱打过来不就行了吗 这才是对待爸爸的正确方式 所以我就觉得 怎么能拿甲方的爸爸呢 我一在我心里 甲方一直都是孙子 你们想象一下 只有孙子 才会给爷爷提出那么多无理的要求 你们见没见过大街上那个孙子和爷爷的对话 孙子 我不吃这个了 我要吃冰糖葫芦 好 爷爷给你买 爷爷 我吃你头这么大冰糖葫芦 爷爷给你买 爷爷 我吃你头这么大冰糖葫芦 爷爷给你买 爷爷 你真好 哎呀 我孙子真可爱 你们发现了吗 孙子提的要求都和甲方性模一样 就是虚无 虚无上面还透露出一点俏皮的天真 是我头这么大糖果 我看你头长得像糖果 但是也只有爷爷 面对孙子那么多无理的要求 爷爷都会心平气和地接收 为什么呢 因为爷爷心里明白 这孙子他其实什么都不懂 只要摆正好这个心态之后 我再去见甲方 我真的不会有任何的不开心 我都特别开心 我都走咯 回家抱孙子去咯 看我这个愚蠢的孙子 今天有什么愚蠢的想法 甲方马说 萌萌萌 我们要改方案呀 没问题 改 我觉得这个颜色不够红呀 改成世界上最红的怎么样 我觉得这个logo不够大呀 改成我头重大够不够 乙方你真好 没有甲方你真可爱 这个段子 是我成为一个全职突兀学员的真正原因 因为我的甲方在现场听了这个段子 而且我跟你们说 我遇见过最难伺候的甲方是什么样的 是那帮搞金融的甲方 他们真的特别装 当年我还在北京 然后有一个搞金融的甲方他叫刘总 我为了跟他套到近乎 我就觉得男人之间嘛 就聊一些运动的话题 我很身上运动 不会冷场 我就问他说 我说 哎 刘总 你平时喜欢什么运动啊 刘总说 我平时比较喜欢滑雪和潜水 我仿佛都听见我心里面 足球篮球乒乓球落地的声音 杨哥来 杨哥 杨哥有的音乐 杨哥稳住 陆地上那么多运动你不喜欢 前面跳两个上山下海的 他这话已经赶在那了 我必须跟刘总聊下去 说 哎 刘总 咱俩喜欢的运动还挺像的 哦 你喜欢什么 我喜欢滑冰和憋气 但是没想到刘总还把这个格调往上升 刘总说 但是我滑雪 一年只滑两个月 因为阿尔卑斯山上的雪 只有那两个月是最舒适的 巧了 我滑冰也只滑两个月 哦 为什么 因为时差海开车他们就关门了 我真的特别讨厌就有点钱就装了 你知道我前段时间去外滩的一个 非常高端的酒吧讲了一场脱口秀 那一边的观众更多很端着 就是我像每一个脱口秀演员一样 非常真诚的和他们互动 今天谁是坐地铁来的呀 他们甚至会假装没自我地铁 有一个哥们刚想举手 旁边说放下 然后讲了一个地铁段子 特别冷 没人笑 我记得特别清楚 我郑中间做了一对情侣 那个女的就举了杯红酒 这么看的我 那个表情就好像 地铁是什么呀 她男朋友更讨厌 她男朋友直接这样 求人的交通工具吧 这不是最可气的 最可气是我外滩演完 出去陆家最大二号险的时候 碰见这两个二货了 哈哈哈 地铁来的时候 我说这是什么呀 哈哈哈 和鞋号吗 哈哈哈 我说你们俩 这坐地铁回哪儿呀 结果万万没想到 那个男的回答了我 一个非常有哲理的答案 他说 回到现实 哈哈哈 谢谢大家 我是孟恩 哎 你干嘛呢 你干嘛呢 好像搞错了 大家好我是广志 然后 我在前面 确实是不小心赢了 忽兰跟周老板 但是也没有特别厉害 就用一个词形容 就是小人得志 你知道吗 节目大家都看了是吧 对 然后我是那个周杰伦的眼粉 对啊 弹幕里好多人说我 我长得特别的像周杰伦 我就特别的开心 因为我录节目之前呢 演出我们观众 就大家看我长得像哪一个明星 他们都说是张全弹 你知道 就是 为了阻止我像杰伦 都把张全弹 给逼成明星了你知道 就为什么现在大家突然一下 又发现我像周杰伦了呢 就是 因为我在比赛期间 用了那个英树流光瓶护肤 就我的皮肤 由内而外 光感透亮 就透亮到什么程度 我现在感觉是 我身上最大的闪光点 就是我的脸 就英树流光瓶 让我不用打高光 都直接达到了 我颜值的高光时刻 谢谢 就我们这期的主题 是请别遗憾立场嘛 其实 就是我从事脱口秀之后呢 我就从来没有过遗憾 因为除了脱口秀之外 我也找不到 其他更好的工作了 就是当你越是 没有选择的时候 你就越没有遗憾 你知道 就我的学历呢 是大专辍学 就我的 我的人生就没啥选择 我不像其他的演员 他们上台之后 就可以经常可以介绍自己 什么是交大毕业 或者什么是个学霸 对吧 就每次留到我的时候 是个人霸 我就 我身上确实 没啥闪光点 就我每次演出的时候 海报上介绍我的那一栏 我都只能写上一句是 一个山东人 就每次主办方看到之后 说话也都特别的委婉 你给我滚 就我们这个海报 贴出去是为了吸引观众 来看演出的 就你这一个山东人 就这是凭借什么吸引的观众呢 观众是都没有见过山东人是吗 观众来了之后一看 台上有一个山东人 你们这个演出也太酷了吧 就不可能 我现在是四个人在上海生活 我发现我妈现在特别的关心我 她关心我关心到什么程度 我最近发现我妈她开始通过 那个微信运动监视我 就我有时候偶尔会睡到 中午12点才起床嘛 然后这个时候我妈就给我发微信 问我 你今天是怎么了 为什么还没有起床呀 就这个问题我就不敢轻易地回答 因为没起床又代表还没有吃饭 就是不起床是小 不吃早饭在我妈眼里 是一种违法行为 我那个时候我上学的时候 我都不敢跟我妈说 我一苏人都没有起床 因为这种行为 这种情况在我妈眼里 就属于是聚众不吃早饭 就是我遇到的困难的事情多了去了 我妈都不关心 我妈就关心我到底有没有吃饭 我妈跟我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 你现在在上海我根本就不图 你在外面能挣多少多少钱 你只要是把饭给我按时吃好就行了 每次我妈跟我说这句话的时候 我都会产生一种错觉 我终于还是要回家继承家产了吧 而且 而且我的微信运动一旦超过一万步的话 我妈这时候还会给我发文 因为我 你今天是干什么去了 你是不是出去玩去了 你和谁一起去的呀 是男的还是女的呀 这时候如果我说是女的 我妈就会问 那你们俩是什么关系呀 如果我说是男的 我妈就会说 我不相信 就我妈最近会一直催我找对象嘛 就在我妈眼里 我现在在上海找不到对象的原因是 我接触不到女生 其实我妈不知道 就在上海这种城市 大部分年轻人 大家单身的原因 根本就不是遇不到优秀的人 就更多的人单身的原因 是因为你周围优秀的人太多了 你不知道该选谁 就像我们这种舔狗 就不知道该舔谁 就这种感受 追星的女孩完全能够理解 假设说让你在肖战 王一博 易阳千玺 还有我 我们 我们四个中 让你选一个做男朋友的话 你肯定会非常纠结啊 你肯定会纠结 你肯定会想 这可怎么选呀 这都是我的菜 肖战也是我的菜 王一博也是我的菜 易阳千玺 这也是我的菜 何广志 菜里还有一个虫子 假设你周围没有那么多优秀的人 假设说你周围就只有张全弹跟我 我们俩的话 你通过简单的一比较 你很快就会选择出来 对吧 你通过简单的一比较 你很快就会选择出家 对吧 而且你选完之后 都不再遗憾的 你知道 就我觉得我现在这种状态 其实是好的 就除了年轻 就一无所有嘛 我觉得我这种状态非常的好 就我这种状态 它可以很好的 真别一些女生 比如说一有女生 她一靠近有钱人的话 大家可能就会觉得 这个女人 这个女人她肯定是想要 不劳而获了 她肯定是想要实现 她不劳而获的理想了 对吧 像我这样 但凡一有女生靠近我的话 我就知道 那这个女人 她肯定是想要嫁给爱情了 要不然她涂我的啥 涂我长得像杰伦吧 就我觉得我们 每个人在生活中 让我们面临一些困难 或者说面对一些选择 抉择不了的时候 就为了不让自己遗憾嘛 然后很多人就会喜欢 找一些名言名句来支撑自己 就每个人都是这样的 就我也一直有这么一句话 就每当我遇到困难的时候 我都会想起来这句话 就这么多年来 支撑我面对困难的这句话 就是穷不过三代 每当我又想解决所有的困难 就全能行的精神信仰 就是从概率学的角度讲 我一定会非常有钱 因为我就是第三代 跟红苗正 我从小就特别的相信这句话嘛 然后就以至于我 入习太深之后 就导致到现在这样一个问题 就像我现在每次回家 跟我父母在一块吃饭的时候 我只要一听到我爸他说 他马上就要挣到钱了 我就特别担心 你说啊 怎么就要挣到钱了呢 我走的时候还好好的呢 你这一挣到钱 我这辈子这不完了吗 好 谢谢啊 蒋龙多 谢谢你们 谢谢 谢谢 Hello 大家好 我是小北 再坚持一会儿 马上就录完了 今天我感觉录的 都不是脱委大会第三季 我感觉录的是一做到底 做得给我难受的 难受坏了 因为我一开始的计划呢 是这个赛制你们也知道啊 一共有50个人 对吧 然后晋级25个 淘汰25个 我在想有没有这种概率 先淘汰25个 我说算了 我说算了 偷袖现在还是挺厉害的 嗯 挺厉害的 还有几个混子 但是他们说我的好朋友 我就不提了啊 气氛挺好 哎呀 现在有50个人了 大家随便聊一点好不好 给大家介绍一下 因为很多人都不认识我 对不对 我叫小北啊 然后我现在是一名 全职的偷口线演员 然后我上一份工作呢 跟这一份工作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之前的工作是做美妆博主的 没看出来不 我这个得意也能做啊 当时我做美妆的时候你知道 当脱口秀特别火 我现在脱了脱口秀之后 美妆就开始火了 我这个命你知道啊 真的改行都赶不上热乎的 真的很惨 我很喜欢看现在的美妆视频 因为我觉得现在短视频太厉害了 滤镜很厉害你知道 而且我觉得人真的会不自觉地修饰自己 真的会不自觉地修饰自己 前两天我跟你们讲个故事 我约一个女孩出去吃饭 我约她吃饭之后 开始发现我自己不自觉地 开始修饰自己了 甚至变得有点虚伪 虚伪到什么程度你知道 那天我刚跟她进餐厅 我就开始跟服务员说谢谢了 变得十分有礼貌 然后还很绅士你知道 我拉椅子让她坐下 这边放在我初中 把椅子拉很远就不错了你知道吧 我让她坐下 那天我已经睡到什么程度了 给你们讲一下 那天是我们第一次见面啊 然后她就开始问我一些问题 她说小北你平常有什么爱好吗 我说我平常喜欢看书 看展 看天空 我从来不会看这三样东西 但是我觉得好的关系就是这样 我在修饰自己 她知道我在修饰自己 但我们不戳破 保持一个很合适的距离 然后那天我们聊得真的很开心 回去之后她又不回我 微信了 但我知道不是因为我的修饰 因为现在女生都喜欢 另一种修饰的男生 就是那种朋友圈 经常发自己身材 八块腹肌那种男生 你们见上见吗 然后她们每天在网上 就是这个德行 在朋友圈那些照片就这样 就这样 我真的很讨厌她们 但我很理解她们 她们就是为了很 让很多女生觉得 啊我是那种很健康的男生 其实我跟你们说实话 她们不是 她们就是为了吸引你们 真正健康男生是那种凌晨五六点 跑步的大爷 她们是真的想多活一阵子 你知道吗 今天就是我八十大寿了 是吧 她们是真的想多活一阵子 而且我跟你们说 真正健康的身材 我觉得应该像我这样 就是看起来很瘦 但是有肚子 我给你们形容一下我的肚子 我的肚子什么样子 我的肚子就像啤酒到快出 冒出的沫一样 我一坐下我肚子会流出来 给你们展示一下 我很喜欢我这个肚子 我觉得很可爱 而且跟我这种男生 谈恋爱会很开心 你看比如我们吃完饭之后 然后吃完饭之后 我说吃了好饱 摸一下自己肚子 安慰自己一下 要是跟那些八块附近男生 吃饭就很奇怪 他说啊我吃饱了 那个是好饱 订阅 跟这种男生谈恋爱会开心吗 根本不会 知道了 婚姨的跟那种结婚 老公今天洗衣机坏了 没关系拿过来 咯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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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咯 洗干净了 而且啊 根据我这两天观察 我几乎没有见过那种 结了婚之后还有腹肌的男生 基本肚子是越来越大 那种40岁的男生 跟怀胎5月一样 50岁的跟怀胎9月一样 60岁的跟怀着个哪吒一样 很恐怖 真的很恐怖 而且 我觉得像我们这种男生 比较坦诚吧 因为我们跟你们谈恋爱之前 就告诉你们 我们肚子就是这德性了 不可能再好了 最好要这样了 最好要这样了 希望你们能够喜欢有肚子的男生 毕竟腹肌是短暂的 肚子才是永恒的 谢谢大家 我是小北 谢谢 大家好 我是广志 然后终于轮到我站在这个舞台上了 然后有一点兴奋 因为就站在这个舞台上 就相当于是 就马上就要当明星了嘛 这个样子 是这样的 就今天是我第一次参加这种 线上节目的录制 所以我就特别的激动 就特别的 特别的重视我们今天这个录制 就为了今天这个录制 我来的时候 我是就专门用洗面奶洗的脸 在中国喜剧圈 能让我用洗面奶洗脸的节目 就不是很多 就能让我用洗面奶洗脸的节目 也就只有这一个 就为什么呢 因为其他的节目 就都不让我上 这个样子 大家也看得出来 就为了准备这个节目 我还去烫了个头发 其实是这样 其实也不是故意烫的 就过程是这样的 前两天我就想去剪一个 好看一点的头发 然后准备录节目嘛 然后我去了之后 那个理发师就问我 他说你打算怎么剪呀 我说我想把这两边留长一点 他说那你这个长度 适合烫一下呀 我说我没有烫头这个打算 我就是单纯的想留个长发 我说你先给我剪吧 然后他咔咔咔咔 一顿操作就给我剪完了 剪完之后 他就很自信地问我 就是剪得怎么样 我说你要不给我烫一下吧 因为当时我盯着镜子里 他给我剪完那个发型 我就在想赶紧给我烫一下 就不能再让第三个人 看到这个发型了 就丑到什么程度 就是他如果不给我烫一下 我出不了那个门 就被封印住了 你知道吗 而且就是 我跟我朋友说这个事情的时候 我朋友还说我 他说哎呦何广志 看不出来 你还有偶像包袱 我说你是没见 那个发型有多丑 我那都不能叫偶像包袱 他就是个包袱 人类的包袱 你知道吗 而且当时就是他 给我剪完之后 我除了烫 我已经没有其他的选择了 因为他已经给我剪完了 你知道吧 就是我没有退路了 就我的退路都被他剪断了 我就只能再赌一局 你如果长得比较好看的话 就你可能没有这种感受 就是像我们这种 长得不好看的 就当我们被剪了 一个很丑的发型的时候 其实我们是很憋屈的 因为当我们被剪了 一个很丑的发型的时候 就我们是不太敢怪罪于理发师的 因为你知道 你自己也有责任 所以说我剪头发 就经常会出现这样的一种局面 就是前面两分钟 我刚跟那个理发师 就友好的沟通完 该怎么剪 然后他开始给我剪 结果剪着剪着 我们俩就都沉默了 这时候 我盯着镜子里我的头发 然后他盯着他的手艺 我们俩都没有说话 但这个时候我们两个人脑海里 都飘过同样一句话 就是 这也不能全赖他 其实这种感觉 大家都明白 心里都明白 只是不说而已 假设说让一个长得很好看的人 假设说让李线剪个头发 不好看 那理发师全责 对吧 就是李旦剪个头发 不好看 李旦全责 对吧 然后当时就是 还有一个事情 就是 还有一个事情特别有意思 就是当时我烫这个头发的时候 那个理发师问我 他说 你一共有两种类型 你打算烫哪一种类型呢 第一种就是不需要怎么打理 然后也挺好看的 还有第二种就是 需要你每天早晨起来都打理 但是打理完之后会特别的帅 就如果他不问我的话 让我自己说 我肯定说 你给我弄个不需要打理的吧 对吧 当然这么一问我 就以我这个小 最强的这个小脾气 我肯定选那个需要打理 但很帅的呀 因为我这个人 我比较喜欢挑战生活嘛 我当时我想 我要变好看 就我要扼住生活的喉咙 结果 结果现在局面 大家也看得出来 就挑战失败了 就不仅没扼住生活的喉咙 还让生活薅住了头发 薅得死死的 就我现在烫完这个头发 就有一点特别尴尬什么 就是我这个头发 就需要打理才会好看 然后我不会打理头发 就如果我不打理的话 它就不好看 就如果我打理 还不如不打理 真的就是我没有骗你们 就是我烫完这个头发 我第一天出门的时候 我整整花了一个小时的时间 来打理我这个头发 结果我出门之后 见到我朋友 我朋友见到我之后 跟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 你这头发烫完之后 你得打理 就是 我说我 我知道 我今天没来得及 就是 好 谢谢大家 讲证多 谢谢你们 谢谢 谢谢 大家好 大家好 汪美 然后这一年呢 一直在努力地 让自己音乐变得更专业 往音乐圈靠 我就发现那些专业的歌手啊 他们在唱歌之前啊 不会直接Cue歌名 而会说很长一段话 然后把名字放在最后 就比如说 之前看五月天的演唱会 阿信就说 他说我知道 很多人在工作以后 逐渐被生活磨平了棱角 撞得头破泄流 但我希望 无论你在哪 你在做什么 都可以保留心中那最后一份 绝强 全上去 哇 太可笑了 所以今天 我也会用这种方式 Cue我的歌名 把名字放在最后 你这一生 会碰到很多人 也会爱很多人 但只有一个 是你的最爱 只有那个女孩啊 你才想跟她走完一生 她 就是 我爱的 女孩 但后来她妈不中意 过了 过了 稍微讲 我爱的女孩 送给各位 谢谢 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跟我一样 就是可能 查过很多段恋爱 然后发现 你喜欢的 都是同一个类型 一定是上天对我的捉弄 我怎么想也想不通 为什么每段经历 都如此的相同 我爱的每个女生 她都有老公 你说她常年在外面工作 你说她外面的女人很多 她经常把你冷落 也不关注你微博 不老公谁啊 你说我的老公就是王一博 王一博 跟我插句 那不 都姓王吗 你了解她的所有行踪 解图她的一举一动 你反复刷着她的每段吻戏 激动的问候 女主的祖宗 你说她有你最爱的笑容 你说她破音都让你心动 你说你一生 最爱就是王一博 还有肖战 李贤 邓伦 王思聪 一定是上天对我的捉弄 我怎么想也想不通 这次我喜欢的女孩 她说她没有老公 她说但是我有个儿子 她的儿子无垒刚读完高中 你说她常年在外面奔波 你说她外面的妈妈很多 你说你从不吃醋 你儿子还有三个 为了安全我就不Cue名了 他们是左手右手 一个慢动作 你陪着他们度过懵懂 你们一起走过春夏秋冬 你说你看着他们 逐渐成熟很感动 儿子 你可终于长大了 以后你就是我老公 你总说她真的很优秀 你会一直陪在她的左右 你发誓你会不离不弃 一生守候 直到她公布恋情上了热搜 你为她控屏 为她战斗 谁都不能批评你的爱豆 你从来不怕出头 你从来不怕出头攻击其他网友 反正结果都是她来承受 她代言被彻一夜凉透 两个人是被谁搞臭 可能是被你搞臭 没想到真的会有奇迹 遇到了不追星的你 你是我喜欢的女孩 我为你找了名 我好想娶你回家做我的老婆 你说好不好呀 心缘结义 大家好 我是广志 谢谢 谢谢 谢谢你 就我们这一组的阵容 大家也都知道了 就我那另外两个对手 就是实力也不是特别的强 忽兰跟周期末 其实这样的你知道吗 就是本来是这样 就是忽兰选了我 然后周期末呢 想跟忽兰 然后巅峰对决 然后他又选了忽兰 但是我们这个赛制 很可能会出现一种什么局面 就是他俩巅峰对决 然后把我淘汰了 你知道吗 最近出行的话 大家都会喜欢 戴口罩出门 对不对 其实我挺喜欢这种感觉的 因为很多人跟我说 口罩可以遮丑 我刚开始我相信了 但我后来发现 就是口罩遮丑这个事情 它也得分人 因为有些东西 它是盖不住的 你知道吗 你就像比如像我这种人 即使我戴上口罩 就你看不到我长得有多丑 但你从我整体的 这个气质当中 你能隐约地感觉出来 就是 这个货它不好看 那种感觉 就跟刮奖是一样的 虽然说你刮奖 虽然说你戴上口罩之后 就只露了一双眼睛 但你刮奖 刮出个蟹来 还接着刮吗 就给它垃圾分类了 就不刮了 就是其实我 我最近反思过 我自己的这个颜值 其实我觉得 我是属于那种 长得不是特别的丑 但我说我自己丑 也不违和的那种类型 就等于是我 我觉得我是那种 我长得丑和帅 中间的那条分界线上了 你知道吗 就怎么说 就等于是我的颜值 就属于那种 就进可攻退可守的 像李淡那种 就属于是一手难攻的 因为我们节目 已经播了一期了 然后我的好多朋友 他们看到我 上了那个节目之后 他们就觉得 我现在已经 挣到了很多钱 其实并没有 其实我们录这种节目 选手是没有钱的 我现在不仅 没有挣到钱 我还往里搭了很多钱 因为我每次打车过来 来回的话要三百块钱 就是录到现在的话 我已经往里搭了 就是四千多块钱了 我就这么跟你们说吧 就是如果 打车的报销 再不下来的话 我就得退赛了 我上次讲到这个地方 有一个观众说 那你为什么不坐地铁呀 我说因为片场 周围根本就没有地铁站 然后他说 那你为什么不先坐地铁 然后再骑一个共享单车呀 我说因为我是一个明星 可以啊 我们家真的离这边特别地远 就是我们家是住在另外一个郊区 在宝山那边 就是特别宝山 就是七月二仙的终点站那个地方 你们有人住到那个地方吗 你们都知道是吧 你们好穷呀 现在我们家住在那边 就是如果你没有住过终点站的话 你可能没有那种感受 就我住的那个地方 它交到什么程度 就是我第一次出了那个地铁站之后 我看到地铁站旁边 竖着一个警示牌 那个警示牌上写的内容是 严禁捕捉野生动物 为者追究法律责任 就看到第二句话 我心里还稍微有点欣慰 因为这个地方它起码它有法律 而且我们家还不在地铁站附近 就是我每次出了地铁站之后呢 我还要大概在骑自行车 就骑个2.5公里才到家这个样子 真的 购法单车直接就包了半年的 但是包完就后悔了 因为那个地方实在是太偏了 没有购法单车 他们骑回来个膜拜 都藏到树林里 就在我住的那个地方 谁是从外面骑回来一个膜拜 谁就是英雄 在我们心中的那个人就是骑士 因为我住的比较远嘛 所以说就会导致我经常地坐地铁 我不知道大家坐地铁的时候 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一种人 就前两天我就去挤地铁嘛 然后挤上去之后我就没有坐 然后我就站着嘛 然后这个时候我旁边就站了一对情侣 就是我们三个人就都没有坐 就都站着 然后这个时候到我们面前 就突然空出来一个坐的时候 就那一对情侣 他想去坐那个坐 但他第一时间不是去抢坐 他第一时间是他们俩在一块商量 他们俩该由谁来坐这个坐 就在我面前就商量起来了 你知道吗 就那个男的就特别巴掌总裁 那样子 那边有一个空坐 你去坐 你坐 我不累 你去坐 你去坐 然后他女朋友还不坐 他女朋友在旁边 哎呀 我今天在公司 我都坐了一天了 我不累 还是你坐吧 你坐 你坐 就是我在旁边看着 我就懵了你知道吗 怎么回事 就是 这个坐 就是你们俩的了 是吗 我就一直在旁边思考 等着一天旁边思考 怎么回事 现在地铁上都有情侣专坐了 是吗 这个坐 我可不可以坐呢 甚至有一次 我都已经坐下了 然后他们俩还是会在你面前 哎呀 你坐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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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时候我又在想 你们这种人 你们是不是就是故意来炫耀你们 拥有爱情 是不是故意的 你们 还有什么花招 尽管给我使出来 不害怕你们 还有就是大家坐立体 还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感受 就是 当那个地铁上满座的时候 然后所有站着的人都是替补 然后这个时候站在过道中间的 那是替补里的首发 有这个感觉吗 就是我记得我那个时候 我第一次来上海的时候 我坐立体 我就特别害怕坐过站嘛 然后每到一站之后 我就喜欢就是不停地看 那个地铁路线图 就不停地看嘛 不停地看 然后就有一次有一个大哥 他看到我看那个路线图了 他就以为我要下车了 然后他就挤过很多人 就拼命就挤到我面前 就站在我正前方 就这么站着 你知道吗 就这么站着 就这种情况大家都明白 就是他站在你正前方的话 他就是你那个座位的第一继承人 就这样 但是 但是那个大哥他真的误会我了 就五站了我都没有下 大哥看我一脸疑惑 怎么每一站看上去都想下的样子 但是还不下 到底是住在哪一站呢 在上海流浪是吗 我干过这事 就算是流浪都五站了 还没有选到自己喜欢的站吗 你名字不喜欢吗 我发现就是 当地铁上空出来一个座之后 大家去抢这个座位的时候 它其实是有规则的 它是有规矩的 你知道吗 它的规矩就是 它就是和那个继承法是一样的 就你只有当这个第一继承人 这边没有人的时候 然后你旁边这个第二继承人 才可以过来继承 对吧 继承权拿你平等 对不对 就是我为了写这个段子 我专门去网上查了一下继承法 其实 其实继承法是这样的 就是一般情况下 是用不到继承法的 使用继承法的前提 也是没有立遗嘱的情况下 才可以 你知道吧 然后我就发现 就会有好多人坐地铁 他起来之后 他喜欢指定一个人 哎 过来过来过来 我到了 我先下了 我先下了 就这种情况 你就不能按照继承法继承了 因为人家走的时候有遗嘱 好 讲了多谢你 谢谢 大家好 我是广志 对我们这次的主题是 不就是钱吗 就我没有想到 就是有一天 这句话能从我的嘴里说出来 我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自己 就是我现在上海 就是我是一名全职的 头头演员 然后的话 一个月能挣一千五 就这个段子是去年写的 今年的话一毛钱没有挣到 就一个月一千五 是什么概念呢 就是每次我妈说我 你做这个 你收入根本就不 我都可以反驳他 我说妈你放心 就是收入特别的稳定 其实是这样 就是我感觉就是收入虽然的少 我觉得就是挣得比较少 它也有挣得少的好处 因为我发现就是在上海这种 大都市这种一线城市 它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地方 就我发现在上海这种一线城市 你像我这种月薪一千五的 就跟那种年收入千万的 就是挣得最多的 跟挣得最少的 这两种人他在上海生活 我发现他们的精神状态 其实差不了太多的 就大家都没有什么压力 就压力最大的是中间的那拨人 就他再努力一点 他就可以留下来了 就那种人压力最大 你就像我现在的话 就我不夸张地跟你们讲 我现在就月薪一千五 就在上海 就是完全没有买房子的压力 就是我经常会听到 我的朋友他们一起讨论 经常讨论 哎呀就上海这个房价 好像又涨了 好像现在这个浦东比前两年 又涨了一两万 就每次听到之后呢 我都也不在乎 因为怎么说呢 就一万两万的 我也不在乎 他坏 他比前面坏 坏太多 他停的太少 太短 因为蒋脱口秀 他不是一个正式的工作嘛 所以说我的好多朋友 他们就会经常劝我去工作 前两天我一个朋友一找 我就跟我说劝我去工作 何广之我告诉你 你别看你现在轻松 你现在在上海 你要是不工作的话 你在上海就不能交社保 你要是不交社保的话 你五年之后 就不能在上海买房子 就是我第一次 听到这句话的时候 说实话 我当时我是真的担心了一下 因为当时我想了 这可怎么办呀 这到时候多麻烦呀 但是后来我又冷下来 又仔细一想 就以我的这个能力呢 我根本就不担心这个问题 就因为我知道 以我的能力 五年之后 我不能在上海买房子 原因肯定不是 我没交购社保 就是我最近感觉 就是除了买房之外 我跟有钱人 在金钱方面 还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就比如说我跟有钱人 我们都比较关注慈善事业 我们都想看一下 那个捐赠名单上 有没有自己的名字 就在感情方面也是 就比如说有钱人谈恋爱 他们肯定会经常怀疑 就是这个人 他是到底吐我的什么呢 我也一直有这个疑惑 这个人他到底是想 他到底是想吐我的什么呢 吐我的小黄车押金什么 早就黄了呀 我刚来上海 全职讲脱口秀的那会儿 大概是18年嘛 就是我刚来的时候 那会儿我特别害怕 别人问我是做什么工作的 我特别害怕回答这个问题 因为这个问题不好回答 就比如说你要跟别人说 你说我现在没有工作 别人就会觉得 你是个废柴 是个路德对吧 你要跟别人说 你说我现在是一个脱口秀演员 别人就会觉得 你是个傻子 就没法弄 因为我那会儿 刚来的时候没有收入嘛 然后为了省钱 我就是住在一个青年旅社里面 就青旅的特点 就是你的室友会非常非常多 而且你的室友是经常换的 这样就会导致一个问题 基本上我那会儿 我平均每天至少会被问妻子 就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呀 就特别烦你知道吗 我实在是不愿意回答这个问题 因为我不愿意跟他们交流嘛 所以说他们每次问我的时候 我都喜欢跟他们编 他们每次问我 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呀 我都跟他们编 我说我是做销售的 我说我是做财务的 我就跟他们编了 我一直编一直编 一直编一直编 后来再有人问我 我说我是一个编剧 而且那些人他特别喜欢 跟你尬聊 聊到这个地方还不结束 我还非得继续问你 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呀 我说我是一个做销售的 他说那你今天 为什么没有去上班呀 我说我今天休班 他说那你休几天呀 我说那个就是你住几天呀 可能好多观众 听到这个地方会有一些疑惑 你们可能会想 就是我为什么 就是不去找个工作 一边工作 一边全职讲投火秀呢 就我当时为什么没有工作呢 因为我之前工作的时候 我是有一些钱的 我是攒了一些 攒了一些钱 我有一些积蓄 我当时卡里有一万块钱 所以我没有去工作 因为当时根据我的计算 就这一万块钱 就他是能撑到我红的那一天的 他起码能撑到我上春晚 结果连那年春天都没有撑过剧 好 谢谢你们 这样 谢谢你们 谢谢 大家好 我是李悦琴 我是一个网红 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说投火秀 所以你们不要对我有什么期待 另一方面就是 我在这儿等太长时间了 我一直想上厕所 我现在马上就要憋不住了 所以如果一会儿 我讲得非常混乱的话 希望大家多多包涵 因为我现在所有的经历 都在控制另一件事情 我说实话 我今天站在这儿 我特别难受 本来我咋想呢 你说咱也不会说投火秀吧 到这儿丢人现眼 我讲点我知道对吧 我给大家讲讲怎么当网红 我就寻思 你说谁会比我有经验呢 我到这会儿 我就给你们讲直播带货 谁会比我懂呢 到这儿一看 早日罗永浩老师 我觉得很多人就质疑我 说你是一个做搞笑视频的 你怎么来说投火秀 他们不懂 做搞笑视频 和说投火秀之间的联系 是非常非常非常密切的 密切到啥程度呢 我毫不夸张地说吧 我觉得我们做搞笑视频的人 是全世界最希望 脱口秀这个行业 发扬广大的人 真的 要不然我们都不知道上哪儿去抄段子 我就这么说吧 谢谢 以后会多抄的 以后多抄笑话段子 我就这么说吧 一个脱口秀演员 每年的产量 大概可以养活八个 搞笑视频博主 所以我来的时候 我的小伙伴们都特别激动 李月勤 你抓住机会 那儿有五十个脱口秀演员 免费 所以我这次主要就是来上货的 希望 希望接下来的选手们 都好好表演 如果你表演得好 你的段子又有机会 出现在热门视频上 一百多万点赞 但是表演者不是你 你提到网红吧 当然印象都特别不好 但是我是网红界的一股清流 清流 提到别的网红 炒作 整容 我就不一样 提到我 略形 低俗 很多人吧 还觉得网红没有文化 学历低 一开始大家也是这么看我的 因为我做搞笑视频的嘛 后来网友就感觉自己被骗了 因为他们发现 我是北大毕业的 绑的就是这个 他们发现我是北大毕业之后 马上就开始说 略形 装疯卖傻 我跟你们说 这是我这辈子最讨厌的评价 特别讨厌 为什么呢 你们想想啊 一个人说你装疯卖傻 他最基础的前提是什么 他觉得你又疯又傻 我天 你要不说我还以为我是幽默呢 就是关于上北大这个事啊 太多人质疑我了 每次我直播啊 都有人说 略形你真是北大的吗 我说是啊 你这样怎么能上北大呢 我说我这样怎么能上北大 就我这样 我但凡正常一点 我长得好看一点 我都上不去北大 效果拉满 真好 有一次就把我低级了 我是气坏了 我说啊 北大不是我自己考上的 我爸花钱了 这个时候他们开始 质疑另一个问题了 你爸是干啥的这么有钱 我说啊 我爸倒腾西北风 从咱们东北 往东南沿海地区倒腾 那晚上东北产能过剩 南方没有 我爸一年挣老鼻子钱了 现在所有人都觉得 我家是干风力发电的 李雪芹 铁岭风电小公主 家里全是大风车 我们做网红平时要直播嘛 大家都知道 直播间里都有大哥给你打赏 谢谢大哥 知道吧 我们直播间里也有一位大哥 叫人海浮沉 每次我直播呀 他都给我刷礼物 娃娃刷呀 还给我留言呢 类似于啊 美女真漂亮呀 美女多大啦 美女有对象吗 找对象什么标准呀 一开始我觉得啊 这大哥好像对我有意思 我就偷偷地去私信了他 然后我发现 人海浮沉是我爸 但是我感觉啊 这事不能赖我 你叫什么人海浮沉呢 你起码你叫个往事随风 咱家还有大风车 我啥能认识来你 对不对 但我觉得这个事 我爸应该向我妈学习 我妈的名字通俗易懂 李雪芹的妈妈 我妈真太支持我做这样工作了 我一直播 她就去我的直播间里 给我留言 她觉得自己人气不够啊 她要带着我的七大姑不大 都去留言 留言的主要内容就是 主播今天发红包吗 我真特别感动 我觉得真的 当所有人只关心你 飞得高不高的时候 只有你的亲人 关心你直播间发不发红包 这个段子 是我抄霍莱老师的 谢谢她 跟出来了 我没说完呢 没说完呢 完了 又节奏给我打乱了 什么都没有发生 什么都没有发生 完了 这不会说了 其实大家对网红印象普遍都不好 我每次出去自我介绍 我说大家好 我是略秦 我是一个网红 哄堂大笑 我每次我都很好奇 我说你们笑什么呢 终于有一次我问了 他们说 略秦我觉得你特别幽默 你说你自己是网红 你还会自嘲呢 对我也不好意思说 我其实是炫耀 但从那以后我就更喜欢说我是一个网红了 因为我觉得这可能是我仅有的幽默了 谢谢大家 我是略秦 谢谢